大家好,我是Melody 最近我推出了自己的新書 《你不能錯過的狀元讀書法》 作為宣傳活動之一 我和出版社合作拍了一段Q&A的影片 當中有些是關於這本書 有些是無厘頭的題目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關於這本書的內容 或者更多關於我的Fun Facts 就記住看下去吧 第一條,哪一款貼圖類鏡 最可以表現到我不為人知的一面 讓我選這個貓的Filter 因為貓是很懶的 很多人對我的印象都覺得我很勤力 但是這個不是事實 大家只是不知道我是在的一面 但當我知道那件事是很重要 我就會看到我的勤力模式 然後就用一個有系統和有效率的方式去完成它 而其他的時間大家見不到我 其實我也很會的 好,下幾題都繼續要用這個Filter去答題目的 第二條,用10個字去形容我本書 好,我準備了一堆的成語 嘔針滴血 一針見血 一氣呵成 自自朱機 百看不厭 引人入精 回味無窮 精疲異名 愛不釋手 麥挑所成 大家聽到這條是否覺得馬上要買我本書 第三條,為何要買我本書 其實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跟我當初做YouTube是很像的 我自己就不是名校出心 也不是什麼天才 但是我覺得一個好的讀書方法 不是讓天才可以考到狀元成績 而是讓一個必不平容的人 透過對的方法和實踐的毅力都可以拿到好成績 而我中學這麼多年透過自己的實踐和經驗 不出了一套這樣的方法 就想在本書裡和大家分享 那本書其實無論是實踐 還是整體的心態和策略都會講的 在實踐方面 我會和大家講 語文科目的四份短 很具體要做些什麼 才可以拿到高分 而在整體策略心態方面 我會告訴大家 怎樣分配自己的時間 而這一次是一場持久戰 你在中四時中六這三年間 要怎樣調整自己的心態 才可以考驗這場馬拉松 而且也會和大家講一些粗卷的記事項 很多同學可能會質疑 為何有些人粗了三十年的禮拜 其實粗了很多次 最後考出來的成績也不理想 而有些同學 如果他懂得怎樣去粗卷 他可能粗十年卷 已經獲得好成績 那我在本書裡也會和大家解釋 其實還有很多精彩內容 都是說不完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這麼多 就記住看我的本書 去住 第四條 取得七方五星星有甚麼感受 其實這條都有點內置此 恭喜恭喜這十一位考核七方五星星的狀元 眾候民旅展指星期三放榜 這十一位狀元來自白鑑英中 回想到那一刻當然是覺得很驚喜 因為剛剛都說過我不是讀傳統名校的 雖然一直以來校長的成績都考得好 但是都沒有exact自己是拿到一個狀元的成績 但是現在看回頭就會覺得七方五星星是一些很大的東西 當然它是一張很漂亮的入場圈 但是拿到這張入場圈入到大學或者之後出社會 其實我覺得要學的東西還有很多 所以我會覺得它的確是中學結束一個很完美的理程碑 但是我不會讓自己不斷在這個成績裡面 然後人生其他階段就不努力這樣 第五條 有沒有什麼短時間我可以拿高分的方法 如果用很簡短的答有還是沒有呢 我聽他會答沒有的 其實讀書是一個日式月累的過程 考試技巧和你的底是五十五十 雙虎雙成缺一不可 如果你今天的底都是豪他 我就算教你多少技巧 其實都是徒勞無功 雖然它沒有一個短時間的捷徑 但是我覺得是有提升效率的方法 也都是我在書裡面會分享的東西 譬如如何精明地分配自己的時間 或者你操卷的時候 譬如你不僅是慢操的 你會做錯題補避免重複犯 這些都是提高效率的方法 但是你說會不會有一個絕對的捷徑 我自己就覺得是沒有了 好 終於不用用濾鏡了 第六條就是100分滿分 會比現在的自己多少分 我想我會比70分左右 這是一個合格 但是不是太高的分數 因為我覺得人生其實有很多不同的階段 可能中學時期的我是有90分 因為我很努力地讀書 我都用了正確的方法 令我有一個好成績 但是現在人生的階段已經去到大學剛剛畢業 然後準備踏入社會 我覺得在工作上 無論是技能 還是代人節物方面 我可以學習的東西 還有很多 但是我覺得 起碼我有一個正面的態度去面對 所以我會給自己合格的分數 但是分數不會太高 才會有動力 給自己去進步 對不對 第七條 有空的時候會做些什麼 我想跟大家都很類似的 都是上網 看看YouTube 看看書 這陣子有空一點就會播劇 我剛剛才看完Silicon Valley 我三天之內已經播了六個Seasons 好點 還有我會玩一下樂器 這陣子會拿回小提琴 因為我中三考完級之後 我基本上沒有再點過 現在就很想拉回 還有我也有從零開始學鋼琴 還有大家雖然看我的樣子 都不像一個運動的人 但是我都會逼自己做運動 由於這陣子疫情的關係 還有我個人都比較懶 所以我多數會做一些在家裡做到的運動 譬如是HRIT 有張瑜伽煎就已經可以做了 第八條 請分享時間管理的要決 這件事其實我在本書裡面 會很仔細和很具體地跟大家分享 但是簡單來說 我覺得時間管理有分宏觀和美觀 宏觀方面 即是你要有一個長遠一點的目標 譬如是一年內你想達到什麼大目標 就會令你在這段時間裡不會迷失 你一浪費時間 你都會提醒自己動力的來源 而微觀一點點方面 我就不會用傳統的時間表 因為我覺得那種是給太多限制自己 你一脫掉時間表 你就很容易放棄 然後就會滾了一整天 但是有一件事我一定會做 就是追蹤自己的時間 還有我會做這個任務清單 即是to do list 我覺得你不需要設定一個好死的時間表 幾時幾分就一定要做什麼 但是你要知道自己的時間是融在哪裡 還有這一刻你有多少事情是已經做完 有多少事情是還未完成的 我覺得這件事會有效過你去走到自己好死 然後一些buffer time都不給自己 第九條 為什麼會開這個youtube channel 以及是不是喜歡教書呢 其實一開始開這個youtube channel 是很隨便的 我那時候考完七課五星星 就有很多師弟妹 甚至是家長來問我讀書心得 一開始都應付到的 就是逐個逐個message去覆 但覆到後來我就想 為什麼我不索性六段音 或者甚至拍段片 然後就一次過解答了大家的問題 就拍了一段片放上youtube 就沒有想到這麼多人會看 只不過可能是因為youtube的演算法 就推薦了給很多的中學生 那段片就突然紅了 然後我就意識到 原來我分享讀書心得的東西 都這麼多人有興趣 以及都激勵到這麼多人讀書 那就一路有做下去了 至於是不是喜歡教書 我覺得我其實就很喜歡講話 還有我都喜歡跟別人分享 那變成如果我在鏡頭前面 我把我認識的東西 是整理到一個比較有條理的方式 呈現給大家看 而大家看完都給了一個正面的回饋 我是有很大的滿足感的 所以都一直保持著拍片 第十條 如果一覺睡醒 發現自己變成男生的話 會有什麼反應 我想每個人都會覺得很驚訝吧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都幾好奇 就是我也覺得 我想知道做男生是什麼感受 因為我們現在社會 經常都講男女評分 我想試一下做男生的待遇 是不是真的跟女生有差別呢 是好了還是差了呢 但是如果做男生的話 就不能化妝扮靚 我都很喜歡整個扮靚化妝的過程 所以可能會不太開心 第十一條 如果一個小時之後 就是世界末日我會做什麼 我想我會想跟最親的親人 和朋友見面 然後抱抱抱他們 還有我會吃東西 我死了之後 都可以做一隻餵食鬼 第十二條 分享中學最搞笑的東西 我中學有很多搞笑的東西 可以分享多個一件嗎 其中一件就是 中六的時候 全班就要做這個畢業表演 你的題材是自己定的 那我那班的人 就不知道為什麼沒什麼意見 而我初中的時候 就很迷一首歌叫做 《Beep Beep Beep》 大家可以搜尋一下 是不是有改靠 基本上就是一個台灣歌手 就戴著螢光綠色手套 在這裡跳很奇怪的舞 以及用一些不正的廣東話去唱那首歌 以下節目 需要由家長陪同收看 敬請留意 然後我就逼了全班 和我一起表演這個 《Beep Beep Beep》 然後我是做領舞的 然後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中學的時候 我是試過帶這個瑜伽尖 以及枕頭 在上學校 就是偷睡的 然後我試過是睡了整堂 然後老師都不發現 這個算不算搞笑的東西 這個我想是一個難忘的回憶 還有我很喜歡躲在桌底那裡 嚇老師的 然後 試過嚇到他們 因為已經太習慣 我會躲在桌底嚇他們 所以他們有一個老師 就全堂都故意不走到老師桌那裡 搞到我躲在桌底整堂 然後最後那個老師走完 我才出來 好了 其實我中學的時候也挺頑皮的 第十三條 我九七年出生 有沒有聽過 一九九七的都市傳說 我不知道 我所想的那個 是不是就是都市傳說 是不是說 九七年出生 都是被選中的一群 因為好像 幼稚園 小學 中學 大學的畢業典禮 都不順利 幼稚園的時候就是SARS 小學還是中學 我記得是豬流感之類 然後 大學就是有社會運動和肺炎 這個 算不算是都市傳說 我不知道 第十四條 會不會再出書 那這件事就好看大家知不支持 老實說 其實寫這本書的時候 都做了一些內容上的取写 所以如果要再寫的話 題材是有的 還有我覺得 隨著我個人再成長 然後有多些的經歷 分享的東西都會不同 但是 講到尾都好看我寫的內容 大家喜不喜歡看 還有有沒有興趣再看 如果大家支持我本書 然後出版社有支持我的話 就可以再出下一本 如果沒有人買我本書的話 我想再寫也沒有機會 是不是 第十五條 用一句說話 總括我的人生信念 是不是真的類似座右銘 我的座右銘就是 吸時間以生命 而非吸生命 而時間 第十六條 想一條問題 問下一位作者 雖然不知道下一位作者是誰 但是 我問這條好像有點行 寫書最開心 和最不開心的東西 是什麼呢 我自己的話 最開心就是 有多一個渠道 很有系統的分享自己的讀書神特 因為Youtube上面 雖然我也是在做同一件事 但是始終影片 你不可能一段段影片都做三十分鐘 然後 十分鐘的影片講的東西 是很有限 或者同一個題材 可能講時間管理 我會因應大家的feedback 將它分散的 在四五段影片去講 但是寫書的時候 就可以用一個很systematic 很organized的方法 和大家情依這件事 而不開心的部分 我覺得就是要做很多的取捨 因為始終書有蝙蝠的限制 我就算有很多東西想和大家講 我也要拿最精華 我最想表達的部分 是和大家講 所以我也想知道 下一位作者 覺得開心和不開心的事情 是不是和我一樣 第十七條 會不會覺得你們的題目很天真浪漫 其實都不會 因為雖然我很少在Youtube做Q&A 但是我在Instagram 其實都經常有一些互動 會和我的followers做 然後他們問那些問題 是更加無厘頭 所以這些問題都還好 應該都能應付到 第十八條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你們 嗯... 我有興趣知道 我寫書給你們那個感覺 那個人物的形象 你們一開始想有沒有不同 因為不同媒介所表達的性格 應該是會不同的 譬如我拍片的時候 所呈現出來的那個image 是很多朋友都說看不習慣的 就是說跟我真人不太相似 我覺得用文字表達自己的時候 可能又會呈現了另外一個形象出來 我知道你們找我寫書 一開始都是看了我的影片 我想知道你們看了我寫的文字之後 會不會對我的感覺是有轉變 好 終於答完今天的題目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Q&A 如果想知道更加多關於我的動態 都可以去回我的頻道 MELODY TEM 又或者FOLLOW我的Instagram MELODY TEM HKDSE 記住記住要支持我本書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和大家見面啦 拜拜 MELODY TEM WL